阿育尼湾和省市通道一带传出疫情已经好几天了 那里的小贩中心生意受到了影响 有摊贩告诉记者徐永森 这几天的生意比平时少了好几成 省市通道的小贩中心一些摊贩表示 随着资卡疫情的消息持续发酵 这几天的生意明显下降 星期三晚上乌鲁北传出有确诊字卡病例 星期四的午餐时间 那一带的小贩中心人潮依旧 不过一些摊贩说生意已经开始受到了影响 时刻则说只要做好个人的防蚊措施 就不会怕到传出疫情的地区走动 它会更加影响女性的女性 你要吃当然是要吃啦 不要等到哇有发生东西 然后全部人怕 怕的话怎样吃 我觉得是OK的 要避免就是好像 你要喷那些蚊蚊蚊蚊 还要喷那些 这一段时间 我先导入 啊 感谢观看